本节目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 亲爱的钟哥 帅爽 久等了 久等了 我来接你放学 可是东西比较多这一次 没事 交给我 这两卡路拉瑞芳挺不错的呢 不错吧 这个颜色 哇塞 后备箱蛮大的呢 是 一般车还放不下这些东西呢 最大容量有438升 可是我大提琴有点长的 不知道能不能放 没事 别着急 有办法 有办法 有办法吗 你看现在这样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挺棒的 那必须的 这个后车门挑高门框设计 高达七百八十七毫米 像我这种两米的身高 钻进去一点都不费劲 真不愧是卡路拉瑞芳 以后要么我们演出就开它 还能都放好多乐器呢 好啊 放行李 好 都装完了 不有 真不错 那我们走吧 出发 咱们去哪里呢 海角天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上微博搜索我们民谣2022 民谣 民谣live等你来看 上微博点评舞台 分享你的我们民谣2022观后感 打开百度地图 搜麻雀入侵计划 打卡地点一键导航 杜小满温馨提示 位于民谣城天井区的音乐摊位 即将开启 表演音乐人是钟立峰 欢迎所有游客前往观看 我们去闹钟书了 我们要用番茄 坐前面 接下来我们演出继续 是我们钟立峰总数 今天我想为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叫 爱情万岁 这关于爱情的歌 其实大部分人听到这样一首 好像名字很充满着爱情 充满着情欲的歌曲 一定有一个针对性 一男一女 但是这首歌里面 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针对性 里面的人物总是在风声 就是他不断地转换 自己的这个身份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写这首歌 还是歌唱一种 人世间很普遍的 人们的情感 嗯 这样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 比较早期的歌曲 我记得是2016年的时候 我发行这张专辑 专辑的名字就叫做爱情万岁 演出这个之前呢就有 一个歌迷给我留言 他说钟立峰能不能我在你的音乐会上 跟我的未婚妻求婚 然后他说事先不要告诉他 问我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啊 然后我就记得是那一次 感觉他在求婚一样 对 你干嘛 你抱人家 我抱着他的爱人 对 后来其实我就跟他成为了好朋友 你觉得好有梗啊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吗 昨天我跟他说我要唱这首歌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 应该婚姻很美满吧 可是他说 可是他说 快点 是 大家心都悬着呢 快点 快点 发现拉黑了 哎呀小钟 很高兴能听到你性感的声音 对啊 时间真快 我们俩是 应该是16年 16年的12月初嘛 你办的那个爱情万岁 对 然后在在那求的婚 转眼这 六年就过去了 哈 这个虽然一直没见面 但是一直这个有关注你的行动 哈哈 对 呃 我两个儿子啊 呃 一岁多了 啊 上个月刚刚过的一周岁 然后我办公桌上正好有他俩的照片 哎 我就随手拍一张给你 对 我觉得爱情当然万岁 生活也万岁 我觉得他们在爱情里找到了 他们特别的美好和幸福的那一本 所以我说爱情万岁 其实是歌唱生活中很普遍的情感 在座的每一位 也不要吝惜你的那种内心 对某一个人的一个 诉说也好 一个内心的渴望也好 好 舞台交给钟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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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个人 雪花纷飞的时候他扑向一扇门 门内等候他的是一个他没有认出的人 何一曲他快要遗忘了的歌 你现在唱起这只快被遗忘的歌 而他或许还停在那个遥远的冬季 那个雪花纷飞的夜里已经公开的秘密 那个受伤的动物版的心情 你唱歌的时候有人幸福的仿佛要死去 你唱歌的时候美女肉与爱情网宋 而我总是想起那个雪里他曾敲开我房门 我晃了发心不是他要走的人 我想听你说一句爱情万岁 爱情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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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我们一起万岁 爱情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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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雪花纷飞的夜里 已经公开的秘密 那个受伤的动物版的心情 你唱歌的时候 有人幸福的仿佛要死去 你唱歌的时候 没你如云爱情万岁 而我总是想起那个雪月里 他曾敲开我房门 我晃了发心 不是他要找的人 你或许是他 爱我已完全迷失了自己 走过情感的千山万岁 你如此平静如水 在歌曲的天隙 你眼里 闪过了一丝甜蜜 进来一个人 头上有白雪的痕迹 我晃了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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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钟叔在一个舞台剧 他像一个独角戏 他设计的这些东西 非常的淋漓尽致 钟立峰老师 他在唱歌的时候 会找一个观众 一直盯着你的眼睛 就是像是对女书画一样 然后他也会去对着镜头 很赤裸地去面对那个镜头 就是感觉他想把自己 所有想讲的话 都直直地给你 当我写完爱情 《万岁之舞》歌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觉得 这叫火 肯定是个爱情高手 其实根本不是 我在爱情面前 总是跌跌撞撞 笨手笨脚的 后来我记得有人问我的 他说 那么钟立峰 在你看来 爱情你怎么去定义它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以怎么说 你不问我的时候 我是知道的 可是你一问我 我就完全不晓得了 爱情好像也是这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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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废了 什么学废了 高手啊 还说不是高手 高手 啊 高手 哦是爱情高手 我记得里面 是不是有句歌词 进来一个人 头上有白血的痕迹 写的是一个下雪天 一个人去找另一个人 推开房门的时候 哇 他说 你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可能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情感的变故 因为他说 他头上有白血的痕迹 固然是 他冒着大雪纷飞的一个夜里 头发上全是沾染着雪片 那么从另外一个含义讲 时间的流逝 他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白头发了 就像我 他这首歌其实写得还挺深的 尤其他最后那句歌词 就是我换了发型 那句太感伤了 其实 那女孩推开那个门 没找错 就是她 只不过很多年没见了 大家真的彼此有点陌生了 那个感觉特别的凄惨 其实是非常悲凉的 听得我特别难受 他的演出 除了用他的口吻 去讲故事之外 他还透过他的肢体语言 去表演 好像舞台剧一样 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种 民谣歌手演绎的方式 不拘泥于任何表演的形式 本来就是很快乐 我觉得民谣也应该是这样 我就表演到此结束了 下一种是水木年华 我多想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看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欣赏 就让我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看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欣赏 大年你踏上 木色他香 你以为哪里有你的理想 你看她周围陌生目光 静止起来却没人在身旁 她的温柔善良 我多想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看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欣赏 就让我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让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欣赏 那年你一人迷失他乡 没想到未来还够见模样 离开着那些冷漠目光 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 让她的温柔善良 人情内也想起了她 她的挽留还营绕而怕 想起离别她带来的脸包 你忍不住地哭出声响 我多想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看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欣赏 就让我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让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欣赏 我多想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看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欣赏 就让我回到家乡 再回到她的身旁 再回到她的身旁 让她的温柔善良 来抚慰我的欣赏 那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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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听到歌 我们想到有一天能现场听这个歌 还挺打动的 聊一下吧这个歌 被飘的时候写的 对 因为第一夜之后 就跟家乡说我要不工作了 然后去做音乐 当一个歌手 然后父母都非常反对 我就跟我的父亲说 我说 你不用担心 你给我一年时间我就能火 然后过了一年回去说 你怎么还没火 对 后来过了一年 之后回家吃年饭 刚出来 我爸说 对了 你火了吗 然后你爸火了 对 我爸火冒三丈 以前是跟爸说 爸以后就火了 然后他说你火了吗 管好你自己 对 后来基本上不敢回家的 坚持音乐差不多是六年的时间 才出一张唱片 对那样 突然专辑之后呢 对 我就火了 我看那个刚才海报上 除了你们带来一首歌 还会和钟叔一起带来 对 我们的老朋友 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 小钟 有请钟叔 现在都叫钟叔我特别不习惯 我总的叫小钟 对 这么不愿意又不就别唱了 不要叫钟叔了 叫钟钟 叫钟钟 钟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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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不习惯 我那么充满青春的气息 怎么叫我钟叔呢 真是的 钟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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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的 下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叫 《再见了最爱的人》 是小钟写的 作词作曲 我听到这首歌是97年的时候 在北京首体对面有个酒吧 叫立正酒吧 他是里边的助唱歌手 我记得当时我同时认识小刘和李健吧 他们经常来酒吧听我唱歌 我那时候听小钟唱《再见了最爱的人》 特别感动 他那时候还在坚持梦想 那我们那时候已经出了两张专辑了 后来要出另外一张专辑的时候 我专辑缺歌 我当时想起来那首歌特别好听《再见了最爱的人》 然后就当时找了小钟 我当时住在那个北京的后海 后海 那时候我特别郁闷 也没有机会出专辑 就特别的惆怅 下一个月的房租我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听到小龙在底下喊 小钟 小钟 我来给你送钱了 你是有这回事 我一直以为是传言 是真的 在座的 在场的某一位要是有音乐的梦想 确实可以找小龙 但是资金周转的话 资金周转的话还是找杜小满 这广告可以 梗在这里 要不就唱一套 我们听一听 到底怎么样 来吧 这也是跟那个小龙和妙杰 还有小花 我们第一次合作 过去二十多年了 没一起唱过这首歌 没一起唱过这首歌 越说越期待了 那我们把舞台交给 钟说交给水沐年华 中文字幕作词 迷茫的烟雾中我看到 你那张忧郁的脸 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啊 你与我告别 是朋友啊 是连人啊 还是心里最爱的人 你松开手后 转过身去 让我忘了你 带着青春的迷茫 你冲动 让我拥抱你 寂静的夜里 我们跳舞吧 忘掉你所有伤美 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 爱你是我最爱的人 只是我不愿意相信爱情 怕它有一天会老去 再见了最爱的人啊 再见了最爱的人啊 最爱的人啊 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圆圈啊 再见了最爱的人啊 最爱的人啊 你是我紧紧离去的一扇门啊 这下线啊 我都知道了最爱的人啊 如果要你遇到我 我生了第一天啊 这下线啊 ys哦 если我跟你一扇门啊 要命啊 带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 让我拥抱你 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 忘掉你所有伤悲 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 你是我最爱的人 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 快得有一天会老去 再见了最爱的人啊 最爱的人啊 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缘缺啊 再见了最爱的人啊 最爱的人啊 你是我紧紧离去 你一切 没哪 谢谢陈慕年华 陈慕年华 陈慕年华 他表现真的非常的狂野 廖杰老师的那高音震慑住了 毛刀灰狼 您这首歌前面的哼唱是什么 那个其实是一种呢喃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 他跟朋友也好恋人也好告别 他有些话总是说不出口的 甚至他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所以我就借着那个呢喃 就表达他心里 特别特别想要流露的话 当时他没办法说出来 咱们今天试的那个菜味道不错 对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晚上吃啥 那就得写一首晚上喝啥了 可以 说到喝什么 我就是准备了百灵坛特纯 让我给你调一个露一首 让我尝尝你的特条手艺 好我教你如何三步调一杯百灵坛波棒 首先加入冰块 然后加入气泡水 最后再加入百灵坛特纯就好了 我们要把它们搅拌搅拌 最后我们一起来供饮吧 果然还是你懂我 威士忌加气泡水的顺滑碰撞感 是我最喜欢的 好那就祝我们这次演出顺利 一直stay true 当然真就对了 我觉得这次的氛围就是轻松快乐活泼 乌鸦力 怎么玩怎么玩都可以的 这感觉就像我们走在大街上 然后把歌唱给所有的朋友听了 更接地气更有生活的气息 不同的歌手在不同的角落演唱 观众就在你前面不远之处 会有一点点回到十年前的那种感觉 唱这歌 从小时就在听我场面 比较场面唱的那种感觉 给三十人维在一圈唱 唱完一首歌 然后拉近 维在外圈 然后再唱一唱 维维维维维 维在一大圈 接住 接住 这世界就拉近了任何人之间的距离 我们完全连接在一起 爱情万三 爱情万岁 爱情万岁 今天我就做了 听到我身边来演绎 由自己音乐来做一个媒介 通过这样一种 很近距离的方式 感受到他提问 感受到他的心情 这就是live 这就是现场 真正的交流 真正的去跟大家融为一体 你要用声音告诉我 因为我只能用耳朵来看见你们 我在这里 谢谢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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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今天你换了僵尸 今天永恒的回忆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的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姑娘一别哭泣 我俩还在一起 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 永恒的回忆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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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 春天挂着风 秋天下着雨 春风秋雨多少还是山东随风远去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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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我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 你不属于我 我永远拥有你 无聊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 或许我们分手 冲着都不回头 至少不用面致这些美丽的结果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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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我再说你永远不分离 那天跟这么多人一起合唱也就不得出了 我知道我的身体在里面 而且是属于其中一份子 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再说你永远不分离 明耀音乐可能最大的魅力也是这样 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 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到新的温暖 新的温度 我就体会到了一种浓浓的善 这就是节目概念啊 谢谢这个节目 我明明要2022对我来说就像是 侮辱了一个乌托邦一样 我非常想要留住这一段时光 亲爱的我再说你永远不分离 你永远不分离 咱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 再见 欢迎来到民谣盛典严丰对决 就享受呗 享受加一 这个太猛了 确实没有想到 非常震撼 我爱人 你终上来说明 我该如何面对我 汹涌的表达云 因为你爱我 很好听 好听到想单曲循环的好听 民谣不断惊喜反场 对我说 永远永远 当我看到朋友们重新站到台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开心 民谣好友 顶级助阵 民谣 民谣 这世界 民谣 不是一片的光 好了今晚大家已经听到很多优秀的歌曲 那我们民谣2022 今夜的确实民谣套舞会是谁呢 是你的 本节目由杜小满独家冠名播出 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 大家好 我是音乐人 丢火车 球子 我在微博 我们民谣2022 话题信箱抽到一句诗 关键词是行李箱和游乐园 没来得及 河上的行李箱 是猫咪的游乐园 大家好 我们是山谷里的居民 我是小军 我是小强 我在微博 我们民谣2022 话题信箱抽到一句诗 关键词 饮水机 凌晨 凌晨 我们家饮水机突然枯了起来 留下两行泪 一行冷 一行热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的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每周爱奇艺VIP会员 每周五20点 抢先看正片 电视大屏看我们民谣2022 就用奇艺火TV 来爱奇艺随客 参与我们民谣二创活动 就有机会迎欢呼奖金 和明星好礼 更多精彩等你来发现 解锁白种追踪方式 你的私人定制 尽在爱奇艺综艺 上微博参与我们民谣2022 信箱独立 为音乐人提供我们 一句诗关键词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希望娱乐 微博综艺系列综艺 听播客上小宇宙APP 搜我们的朋友 享受音乐人 聊一对谈 有难题 上百度APP搜索问一问 真人一对一 在线解答 打开百度地图 搜拔确认清计划 打卡地点一键打 现在上搜APP 认识更多民谣音乐统号 去城市小程序 健康法律 快至30分打 学外语看世界 用网易有道资本APP 上知乎搜我们民谣2022 和知乎达同热聊节目问题 感谢玩吧 感谢观看